這應該是出現最小的電腦 紅機在依法發表全球最薄筆電SWEEP 7 機身最厚處只有1元硬幣直徑的一半 僅9.98公里 重1.12公斤 將於10月在全球陸續上市 定義旗艦款SWEEP 7的厚度也不超過1.1公分 可看出紅機全力向超輕薄筆電進軍 很美麗的器材 非常興奮看到 他們能夠把這些超級輕薄的器材放進去 夏普則使用最新LCD薄膜電晶體顯示器技術 展示所謂未來電視顯示器 這項科技能夠打造無框電視 未來螢幕要橢圓形或任何形狀都沒問題 Sharp 研究如何生活 和發展了Igzo 以使用各種不同的機能 Igzo不僅畫質卓越 同時也耗損較少電力 夏普計畫將於未來兩年內 把Igzo顯示器技術引入歐洲 這就是《Frontier》 一個濃烈版本 但它會帶來更優雅的看法 現在兩種機器都很優雅 南韓科技巨部三星也發表最新款智慧表 Gear S3 不論是線條簡潔的Classic 還是樣式粗廣的Frontier 都有眾多支持者 Epa期間將陸續展出各場別出新材的電子產品 被視為飛瓶陣營集結的重要場合 同時也與即將舉辦新品發表會的蘋果 互別苗頭